已經連續舉辦19年的 立民營造捐血活動 今天呢又在台中市政府廣場舉行 所謂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這就是我們社會展現愛心的方式 今天呢一大早就有許多民眾 帶著做公益的心情前來參加活動 俗話說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已經連續舉辦19年的 立民營造公益捐血活動 2020年8月26號上午9點半開始 選擇在台中市政府前廣場舉辦 雖然不是假日 還是吸引許多民眾熱情參加 台中市立民營造董事長吳春山表示 為了鼓勵民眾熱心捐血 立民營造還協調許多善心的單位跟企業 贈送精美的禮品送給熱心捐血的民眾 希望能夠在暑假期間鼓勵民眾發揮愛心 立民營造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從19年前開始一部捐血車 那慢慢有很多團體都響應 包括我們建築投資公會 我們行動菩薩 我們很多銀行 還有好多好朋友 南溪協會 還有那個春耕不動產 日光溫泉 非常多的團體都加入我們這裡 那我們現在已經出動了六部捐血車 這次參與捐血的單位 除了立民營造之外 還有春耕不動產 慶禾建設 台中市福倫社友 不動產工會等 將近十個單位參加 台中市捐血中心表示 今年的暑假雖然沒有血荒的問題 但是因為學生放假 所以更希望有更多善心人事的捐血 是因為最近的天氣比較不穩定 所以我們還是會擔心 一下子血會掉 那個血褲的量會掉下來 所以一天的話 我們需要一千八百代的血液 那今天立民營造就可以幫我們 募集到一天的血量 那謝謝大家 在捐血活動一開始 就下了一點雨 天氣變得比較涼爽 立民營造董事長吳春山 還親自率先捐血 號召更多朋友一起來響應 希望能夠達成一千兩百代的目標 十幾年來立民營造的捐血活動 已經累積了一萬多的血代 受到社會各界相當大的肯定 記者劉文軒 卓軒兒 台中報導 總月捐血 陳寶 立民營造的捐血活動 總和全部製造的顏色 請再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